海苔 不論是香脆可口的海苔 還是新鮮甘甜的紫菜 或是營養滿分的海苔芽 這些市面上常見的海藻食品 大多出自它 海藻原料基本上在台灣 有的我工作 都有在工作 昆布 紫菜 海苔 海苔芽 青海苔 這幾個是比較主力的 除了基本款 還有不少營氛稀有種 全台灣只有這裡看得到 這個東西是韓國的雞罐鑿 台灣基本上只有我們工廠 在賣這個東西 熟度 乾淨度 尤其是乾淨度要特別注意 熟度也要加強 帶著兒子巡視產線 張坤旭是國內最大海藻供應商 開發多達40種品項 食品大廠 惠王 同一美食家 都找他供貨 而眼前這條產線 就是在做海苔原料 初步加工 這個原料基本上是 供給台灣的工廠 加工用的 有的要切絲 有的要切片對切 所以是定特規的規格 那像這個普通規格 基本上就是 所有的通路做海苔 通通可以用到這個產品 輕薄爐指的海苔 製成乍看簡單 但要做到厚薄 口感一致 從下料開始 每一步都得嚴格把控 這個就是供料機 供料機之後 我們會先過一次精簡 然後會做兩段式的加熱加工 紅烤後的海苔 色澤從默黑轉為翠綠 再來就要經過選別機 進行分篩 它主要是利用光的塞原色 然後去確定說 它海苔上面 有沒有除了綠色之外的衣物 所以除了海苔 顏色本身它有可能 海苔物像是木屑 或者是蝦皮 然後再利用它透光性 它裡面有LED燈 它去照下去發現說 它的整張海苔 有沒有到剛好19而已 如果說邊邊有破損 破的話它就會塞選掉 有杂質和破損都會自動淘汰 包裝前還得一片片仔細簡見 除了確保每一包都完美出場 還堅持只做能添加 無添加基本上它沒有經過 人工一些 譬如說二氧化鈴 你往下去加重 所以我堅持一定要用乾燥 乾燥到消費者手上 它自己可以自主管理說 我不要去添加 所以我只當一定我做什麼 是乾燥海燥 細碎如絲的海帶牙 依須落下 準備進入色選階段 這項餐桌上常見的食材 可是張坤旭最早從日本移進 因為當村民進進來以後 不懂得吃也不懂得賣 那這個名稱也不會叫 日本叫瓦乾梅 但是在台灣沒有人懂這個稱呼 後來想一想 我說就是要將海帶的苗 後來我就把它取成海帶牙 海帶牙變成說今天在台灣 全部都以這個名稱 叫海帶牙的名稱 就是在利用電腦跟攝影機 攝鏡頭 它每層有兩千幾十八顆的鏡頭 去攝檢出 除了黑色 原本海帶牙最漂亮顏色之外的 東西 像有時候我們海裡面會有些 小石頭啊 一些羽毛啊 這一類東西 它都可以透過這個 攝檢池去把它攝成掉 這邊的話它就是把 好看的海帶牙都會飄過來這裡 像這邊的都是一些四級品 但是比較 原色比較偏淺的 比較偏黃的 小石頭啊 出現的它都會飄過來這邊 經過三道分篩挑選出最佳品質 儘管一天就要處理五百公斤 還是要求多一道人力把關 特色的 特變的顏色也要稍微挑一下 這個機器沒辦法挑的 要人工稍微看一下 這個都可以用機器包的 我們都不用機器 最後這一關就是目視檢查 有問題的還可以挑 對每個環節都沒有妥協 張康旭原本在迪化街當布料業務 為當地南北活盛行 才因緣際會踏入了海藻領域 憑著一絲不苟的精神 一步步打下自己的海藻王國 我已經30年 所以菜一看就知道說 等級 這個什麼等級 一看就知道了 只是海藻產地遍佈全世界 光耀穩定來源 就費了不少功夫 七八年慢慢建立這個產線起來 剛開始不認識也不懂 後來慢慢生物才慢慢 一個產地一個產地 慢慢把它齊全 船聲隆隆只見合作農民們 正忙著採收 回想1994年到中國設廠 因為缺乏經驗 小了不少學費 我剛開始都一竅不通 然後去中國剛開始的時候 也是很辛苦 因為不懂 那不懂人家那個紙菜 很差的紙菜去抹油上油以後 我還覺得說好漂亮喔 油亮油亮的 後來裡面的員工跟我講說 老闆你這個才過錯誤 所以也是教了很多學會 慢慢的才學到一些專業知識 就這樣邊摸邊學 慢慢掌握了其中班竅 還開發出無砂人形紫菜 在市場上打響名號 因為早期的紫菜含砂量太高了 但是沒有人去想辦法用淡水去洗 後來我用淡水一洗洗得掉 洗得掉以後開始就 這個產品就試出來 這也是讓你們一炮而紅的一個關鍵 這個產品是我第一桶金 30年一步步開拓 如今產地已經遍及亞洲 美洲南太平洋 四年前張坤旭回到台灣設廠 其中紫菜供應量 在國內就高達六成 所以那個要注意回場 不要讓它回場 為了跳脫原料商定位 推廣自由品牌 為在苗栗的新廠 也接了不少客製化訂單 因為我們以前在大陸 就是只有做生產原料貨物館 那現在的話到這邊 我們就是變成說 開始接觸調味線的加工 所以讓它去扣展我們品牌上的 不同的品項 像現在你看到這個韓式海苔 它本身就是新的品牌 加入鹽巴 由簡單調味 二代張尊瑤 全程錦錦產線 不敢附了爸爸 赤手空拳 苦心建立的招牌 它厲害的地方 是在說 就是很早 就去大陸那邊打 而且那邊 那個時候 就是可能連高速公路都沒有 對啊 他就說他可能一天光跑產地 早上出門七點了之後 到產地地方已經七點了 也是晚上七點 然後中間也沒有東西吃 可能就是跟我阿公兩個人 就是喝一瓶礦泉水這樣子 對 那時候是真的很辛苦 鹹香酥脆的海苔 金雞苔裁切成型 繼續送綁包裝線 如今他們的產品 已經外銷每家多國 而這樣的成績 可不是一蹴可及 很多海藻 基本上剛引進來的時候 不懂得吃 為什麼不懂得吃 當然連名稱都不懂 所以基本上 我們這個公司要去 專業公司要去推廣 教他們怎麼煮 放入海帶芽 再撒上蛋花 一道簡單的湯品 立刻上桌 在生菜上頭堆疊一抹繽紛 豐富營養的沙拉即刻完成 看見一道道海藻化作家常美味 張坤旭也感到十分滿足 以前中國還沒有高速公路的時候 還不山通的時候 能做到今天有一點小規模 那對我來講也是滿欣慰的 所以我對這個海藻這一塊 我是有不放棄 我也跟我兒子女兒講說 這個行業真的是非常好的一個行業